人气话里来看到 这个星期看光演习登场 而其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屏东加东战备跑道的战机起降 包括IDF金国号战机 F16V还有幻象2000等三型主力战机 再加上空中预警机依序起降 要确保机场要是被炸毁了 战机的油料跟弹药补给 不会受到影响 而总统蔡英文一大早也前来试倒 IDF金国号先打头阵 清晨6点30分顺利降落 场面震撼 接着换F16V上场 屏东加东战备到战机紧急起降演练 正式登场三型主力战机 加上E2K预警机 模拟敌军对我国机场重要防护目标 实施空中袭击 跑道受损战机无法起降 因此转降战备跑道 确保油料跟弹药补给不受影响 总统蔡英文也到场教育 并未免飞行员辛劳 总统看了这整个战备道的起降 这也是总统任内 在整个屏东的加东战备道 首次的来启用 折捕告一段落 战机依序再次升空 加东战备跑道长度2266公尺 宽42公尺 实际供飞机起降宽度于24公尺 跑道短窄高难度的操验考验 飞观飞行技术 他应该就是要确认这条跑道 让飞行员在起降上 操作上都能够完全符合 战机的起降标准 能够让飞行员能够非常安心的 利用这样一个跑道起飞 加东战备跑道 2011年首度测试战机起降 但当时因为天候因素 改为低空略过的冲场 这次成功起降 也是首次有战机降落 加东战备跑道 因应供机频频轻入 我防空识别区 战机起降 验证空军在战的应变能量 记得小米小生 AZ小组屏通报道